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伺服馬達 這個在簡報第71月這邊 那麼給各位的這個裡面有兩個 因為我們伺服馬達有分兩種 一個我上面可能有寫就是360度的 它就像一般馬達一樣它會360度旋轉 那另外一個是180度的 這種馬達叫SG90 你在外面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 那這種的就像你看到我們早上 給各位看的那個demo開門關門 有沒有我可以指定角度的那一種 如果是這個360度的就是那個風車 有沒有風車直接轉 當然你用真正的馬達也可以 因為我們的一般馬達其實有分 有分什麼 有那個無刷馬達對不對 好像我們玩具裡面不是很多馬達嗎 那一種的就不叫伺服馬達 這種伺服馬達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用程式去控制你要幾度就幾度 以我們180的這種來講 就是你可以直接指定角度就對了 不過它們不是很精準 有可能會差一些 那另外一種就是剛剛提到的360的 原則上Webduno的肌木只支援180 但是360其實也可以用 只是360就沒有辦法指定角度 它就很單純正轉反轉還有什麼 還有兩種轉速快一點慢一點就這樣 它反而是不能去控制轉動角度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要開門關門 這種指定角度的 就要用180的 那當然這種360的 你說適合像一般馬達這樣操很久 不行 因為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上面這些東西 有沒有都是塑膠的 所以這種的比較不耐操 所以不耐操就是它不適合持久型的 就是你要常態性運轉的 這種就很容易壞掉 那你如果要那一種 你就要用一般那個 就是馬達 一般的馬達那一種 那你還會看到裡面有一些這個 這一包裡面有沒有 有一些這個 對不對 你可以拿出來 這個呢 因為待會我們要用的時候啊 你可以先拿那個180的 等一下呢 你要怎麼套進去 它上面有好幾個 你可以任意挑一個都沒關係 有沒有 這上面不是有三個嗎 你挑哪一個都沒關係 因為呢 我把它放上去 你用這個 放上去 你比較容易看清楚它的方向 轉動的方向 你就把那個凹面 像我現在這個凹面有沒有 放到這上面 放到這上面 它上面有那個刻度 所以你稍微轉一下就可以壓下去了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壓下去 壓一下 有沒有就進去了 待會呢 你看它轉動是比較看得清楚 這樣了解 那為了怕各位看不清楚 你們裡面 有的有冰棒棍有沒有 有的沒有 我拿一下 像現在我把它這樣放上來 你是看角度就比較準 那其實我有針對這個部分 還有其實LED點擊症 你來我們家這裡看一下 我有那個動手做的 這裡有動手做系列有沒有 我就搭配冰棒棍 不是 搭配3DD 像這個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 LED點擊症做可愛一點 自己設計一下啊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你看 有大耳朵的 有熊熊的 我這樣子 就比較好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 四門法達底座 也是3DD印的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子的話 你應該只能用手這樣 對吧 可是我要把它放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這樣就比較不方便了 我就 用3DD印去設計一個 而且這只有你們家才有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 所以 像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 像下面這裡 這個 為了方便我教學使用 我有做一個底座 參考別人的 這個是別人做的 我把它修正一下 我就搭配3DD 像我在這邊用 我在這裡 像這樣 有沒有 那這樣子我放的時候 這樣不會掉下來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有設計一個 這裡看起來有這樣 其實我在這邊還有多設計一個卡榫 這裡 這樣有看到 所以我把這個卡進去的時候 它這樣擺的時候就不會掉下來 如果我直接這裡開動 是不是又掉下來了 這樣有沒有好玩 創設系的同學 這樣可以有應用嗎 了解那個意思啦 對不對 我們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東西 又跟其他結合在一起 那我這邊呢 我是參考它的 因為它原本 它原本這個 其實只有做一點點 可是這樣其實會掉 我就把它耳朵變大一點 所以呢 當我把這個放進去的時候 當我把這個這樣 放進來 卡進去 這樣子 你如果搭上那個線 它就比較不會掉下來 這個我做後退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又直接蹲啦 如果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掉 這個可能太小 我拿錯板了 這個是沒有蹲的 我之前這裡有做一個 有一個凸出來 這樣我再翻過來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掉 因為我不希望它直接黏住 我還想要拿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黏住它 後面有雙面膠 是不是直接黏上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想要拿下來 至少像這樣子 我都還可以拿下來 這樣我是覺得 我做3D鍊比較好玩 因為我可以做設計 而不是 現在3D鍊 有一些比較 不好玩 就是 啊你就下載那個 然後印出來 雖然這樣也很不錯啦 但是你只是拿來印而已 是不是都沒有設計 就比較可惜 那我就可以把它應用在我們上面 這樣了解的 只是我今天沒有帶這個底座過來 那沒關係 反正等一下 我們先了解程式怎麼用 好不好 所以 這樣你對這個伺服馬達 有沒有比較有點概念 有點概念 我們就真的可以來做看看喔